歡迎收看數學三分鐘 今天講2017年的42條 你可以看看題目中英對照給你 現在就說有個委員會 有13名學生 6名教師在一個委員會 現在又說5個學生和4個老師分別就會選擇 去組成一個團隊 組成一個小隊 你可以組成幾多不同的小隊 資料在這裡 13個學生,6個老師 13個你要選5個 6個你要選4個 很簡單 問問自己 用什麼工具 用C 還是用P 還是用分數 13個學生 6個老師 你現在要選5個 你現在要選4個 分別地 問問自己有沒有需要排次序 如果沒有需要我們就用C 所以答案就是13個抽5個 你看這個動作是否好像C 13個抽5個 成分6個抽4個 因為這個是要連續發生的 這兩個事情是要連續發生的 我們是要用成就不會用加 或者發生的 明白嗎 所以我們讀機 13C 5個 乘6C 4個 但是在讀機之前 我也教大家 如果沒有用計數機 可以怎樣做這個數 就說 13和5 我們上面寫13 下面寫5 然後我們好像走樓梯一樣 5樓走到1樓 5、4、3、2、1 上面也是 走5層 由13樓走5層 12、11、10 去到9 Stop 到6和4 6和4 即是上、6、下、4 上、下一起走4層 4、3、2、1 那這裏就是6、5、4、3 好了 那你看,我多小 不用用計數機 你都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算式 和約解 我們可以這樣 3和3約 4和4約 最後這裏 5和2和10去約 最後這裏 4和3和12去約 最後這裏 2和6約 等到3 所以答案就是13乘11乘9乘3乘5 那你現在按機 雖然你看到最後都是按 但分別就是 你有時候沒有計數機 你都可以做到NCR 這個就是威力之處 不相信的 我現在又試一下 按給大家看 是不是 一樣是19035 即是你這樣去計 和這樣計 即是我們考試 當然就這樣計 但我們不是 學數學 不只是為了考試 這麼簡單 是不是 學多點東西是好一點的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